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沙茶酱瑶柱炒蛋 滑蛋的材料是鸡蛋,这个是生粉,这个是沙茶酱 这个是全脂牛奶,这个是浸了一晚的瑶柱 瑶柱最好是蒸熟它,因为蛋很快就熟,滑蛋就更加 一定要蒸熟,我现在还没蒸,这里有点葱 现在先蒸下瑶柱,这些瑶柱洗净才浸一晚 不要放太多水浸,到时候水比头多 现在蒸10分钟 这样之后调中小火蒸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去蒸其他材料 这些生粉,首先用这些牛奶来打开它 先放下来 因为生粉水会定底,特别放得太久 把它搅拌开,因为有牛奶在里面 现在要加些生粉水,搅拌下去 我们就搅拌下去 我们放些少的盐,有少少的咸味就可以了 因为一会儿沙茶酱,瑶柱,它都是咸的 几粒的盐花就可以了 那糖也是,放些少的调味 少少就可以了,拌匀一下 好了,沙茶酱我们都拌进来 搅拌一下 稍后搅拌到蛋里,就难搅拌 在牛奶里搅拌 沙茶酱跟它都很合配 因为沙茶酱是炸虾,有鱼肉 有少少香料,很合配 这些葱花也可以放进去 然后,可以搅拌加筷子 下来 我们的法器 不要挑的那么厉害,气泡 放一点白酒,去腮 米酒 放开就可以了 不要发起泡 这里就蒸好了 皮厚一点我拿起来 至于你怎么拿呢 你自己想了 蒸好之后把它弄成柔细 把它倒在这里 让它更快冻一点 尽量把它撕幼一点 很简单 把它倒进去就可以了 鸡肉可以炒 烧热的鸡 放些油 调回中小火 慢慢煮 鸡蛋就要把它搅拌 放下去就要快速转动 鸡蛋 因为你一下下来 鸡蛋的锅够热 很容易 快速把它转动 很简单 真的 转一下 很好吃的 这道菜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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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它还有少少的湿润 那种感觉 不要太湿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差不多可以了 现在还有少少的湿润 可以了 焗香 煮鱼 全部煮入太多 烤焗 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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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焗香 很好吃, 够滑够香 今晚这一味瑶柱炒滑蛋就完成了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